瑞芳四角亭的吉安里谢永昌里长于民国99年上任新北市瑞芳区吉安里第一届里长后 不断地让吉安里这几年有所改变 对独机老人的照料方面除了送餐外 时间上允许都亲自送餐并了解各项问题及需求 对于弱势关怀及里内老人家的生活空间 也通过平日共餐一同聆听及照料 里长面对未来的各项挑战仍需持续与市府建议中 那我们也会一样我们跟自己竞争 我们未来的四年我们一样会把吉安里 包括基层的服务还有我们的环境 跟我们的基础建设 我们都会作为我们将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就是凭着一股爱家爱乡的念头 谢永昌成科努力做好里内各项建设和福利 深获民众好评 今年里长选举谢永昌因同而参选顺利连任 这也是他连任的第四届了 几乎都是同而参选 可想而知 李明对他的高度肯定与期待 我们那个投票率异常的低 像我里内有三个票柜 其中有一个还不到四成 那有的才四成多 那因为这一次投票率比较低 所以我也有拿到大概1068票的票数 那我就预计把这个选票的补助金 我会全额捐给我们的吉庆国小 让小孩子来作为奖学金 西友昌说这次选举共获得1068票 得票数达当选票数1分以上 能获得一票30元的选举补助金 总金额约3万多元 等到领导之后 将会回馈母校给吉庆国小发展校务 希望能尽自己绵薄之力 让母校越来越好 姐成为瑞芳采访报道